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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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关是王哲超主任出来 请问一下 他就是公关而已 他怎么了解我们处 护理照护处的人力比 我们的这个工时时间 是怎么上班的 大家都说已经把陈情书 交给处长 交给陈科长了 但是没有一个人 接我们的电话 我们再打电话到照护处 找处长 找陈科长 他们不闻不问 不是去开会 就是都在请假 我们这些护理人员 我们是御驾 我们是想办法下大业来抗议的 你们想要逃就逃 想要躲就躲 我们接受吗 不接受 今天我们卫生署又要派出公关室的主任出来了 我们请主任赶快出来好不好 我想我上一次已经表达得很清楚 而且我们卫生铁 我再一次重生 我们绝对是跟他在一起 证明 证明怎么站在一起 证明 不表达跟社会在公民心 国家不要谈到 随便说说吗 请教授你们是用什么具体的做法 来表达能够我们站在一起 我查过了 我也转之了我们照顾处 他们已经发含全国各医院 你必须要遵守劳动 就是这一张 这一张 害死我们的 来 各位媒体朋友 我们希望表达背面有一张 护理人员 不好意思 护理人员弹性排班同意书 就是这一张公文 把劳基法34条照抄一字 说一周之内不能排超过一种班 但是经劳工同意者不在此线 结果这些医院就学聪明了 我想是卫生署 爱是医院 你最好发一个同意书 发给各个劳工 他们同意了 排到就不会违法 就不会凭借受罚 对不对 对 你们接受吗 不接受 我想问黄主任 你知不知道你们发的会造成这样的效果 知道嘛 我们不知道 我想如果各位有意见 那你们就不要同意啊 是不是 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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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家都是劳工 我们都是受雇者 我们都很清楚 媒体没有人受雇者 如果今天我们不签同意书 医院要来要求 把我们终止劳动企业 要把我们解雇了 我想请问卫生署 怎么来保护我们这些护理人员 我们要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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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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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不要回答 卫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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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如果应该要了解 不用怀疑 我想我再一次的投身 我们整个卫生署 都和大家站在一起 那今天一道劳动企业法 就是让劳资 我们是给各位一个弹性 让各位可以跟医院 做同分的沟通 大家能够做一个最合理的排班 最合理的排班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必要的 也是让各位有一个最充分的自由 但是如果各位做到不公平的一个协商或者待遇 也欢迎各位提出选举 那像我们提出选举 我们虽然不是劳工基础法的管理单位 但是呢各位跟我们提出选举 我们一定会转之各地方政府 依法以及查阻 我想我这里可以跟各位这样的一个导证 如果各位是被资方 或者院方的管理阶层所押破 我想随时各位可以提出来 跟各地方政府的劳工局 跟各地方政府的卫生局 请各位就具体的提出的一个检举 所以主任 卫生署可不可以再发一个公文 给我们的医疗院所 这样子的同意书 只能够由护理人员 由受雇者单方向提出 不能够由医院的管理人员 来这样子做这样的动作 我想各位的意见 我会转达绕务处 他们是去处理 好 邓素文出来 邓素文出来 我们为什么要喊邓素文处长出来 就是请他 应该要出来面对 不是让你来面对 好来 我们不为难主任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他出来挡子弹了 最应该出来的是 我们的健康照护处处长 正常颁表 人力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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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愈的 人力回流 感谢观看